20年,消防署增加了50%的消防署增加了50%的消防署 也有很多 問題是,家人也不行 因為要加強策略性思維和管理技巧 首先,慢慢聽 第一,你將職位升高了一級,D1到D2,是否同一個人 還是要在D2有很多人才馳 看到了,就要找一個D2的人來,還是怎樣 答過了,你會調一個人來 秘書長 多謝梁議員,我再回應這個 如果他變成D2的話,他是另一個職位的工作單位 所以,是需要調過一位D2,高級手席行政主任的同事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紀律部隊的文化,紀律部隊的那種團隊精神 你合作之後,你又要找一個 無緣無故山達拉,找一個都完全是 都沒有做過的事情 唯有過 你升上去的時候,我們就有個問題 是否升了之後呢 就是能力多了 我告訴你 你避了這個問題,其實你回答很簡單 因為他就做了那麼久 那就升上去 因為你要磨合的 很簡單 只是我們的新議員來這裡的無合一年 就是怎樣開會 茶水室在哪裏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為何我跟你說要一拖一呢 原因就是這樣 我不怕給你多錢 因為大白帳幾百億,幾百億這樣倒 你明白我們在說什麼 經驗的人在 你說那個人是 一般地的行政才能是多些的 我明白 你那就是 將一個原本已經做了很久的人 我不知道你又不要那個人 那個人去了哪裏 我不知道 你又不會降他級的 即是那個有經驗的人 就離開了行政處 就找一個天兵神將 黃大帝派他下來 喂,這個做法 阿主席 我真的發覺你不要做主席 你坐在下面說 就臨漓盡致 是不是 到時你罵我的了 我真的聽不明白 我可以重新說一次 你一定要一拖一 如果你真的想做到事 我知道我也是洗公帑 你真的 喂,我批錢的時候 手都軟了 看不到那個好處 我實在說 我跟你爭辯都沒意思 不過實目所持 在議事堂 你真是可以解釋給香港人聽 可以 有什麼補充 必須想 我想簡單回應兩點就是 剛才都是 梁議員提過 所 所 紅富子的論點明白的 但是呢 我們很多時候 政府部門 很多時候 各行政科 都會由一些一般職系的同事去做 不是國民主席 我省時間不再敢 因為他在你那裏浸淫了這麼久 好像是洗禮 就是有了浸淫 他熟悉你的東西 那個就是由他不是紅富子 已經變成一個紅富子的人 懂得死他不懂救火 他知道救火是什麼 因為他和他平行的 救護總區 牌照及審批總區 那些他是 你明明一個人 要浸淫 什麼叫浸淫呢 中文字就真的最好 就是說浸了下去 還要淫 大家不要想到 即是說他長期在那裏浸 淫字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水 好了